当我们提到手垫时,难免有从小至今的既定印象,就是这样的手垫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可能变得更小了,它可能变得更强了 但原住型的这个形态始终没变 而这次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Nectar最新推出的颠覆传统手垫形态的EDC27高量随身手垫 这款手垫最大的变化就是外观,从传统的原住型变成了扁平化 而扁平化带来的最大优势即使携带变得更加方便 不论是放置于随身包里,还是插在裤兜里,不再有以前穿透手垫的厚度感知 这里甚至为了在防止插入时误触碰开关,还设计有下推手指位 其实就是细节 说到误触碰,这里要特别提醒,因为这款手垫流明数很高 在极量状态下,这个距离,手就会感受到热量 我们对此做了个极端测试,使用高量档仅需几秒钟 10目的桌子就会留下两点明显灼烧的痕迹,可见其热量之高 并且我们发现,为什么这款手垫能达到这个效果,而其他的高量手垫不行 是因为穿透手垫有较长的光碑,灯珠的热量在灯头已经比较弱 而DC27基本没有光碑,因此热量可以直接传导出来 所以大家在使用时应特别小心 放入包内的时候,一定要先将其锁定,避免误触开启 该款手垫自带可拆卸时备夹 备夹下方这一块是特别的同质散热板,并内置ATR温控模块 号称优化解决EDC手垫的散热难题,可以获得更持久的高亮照明时间 而B夹自带是配4毫米粗550散绳的拴绳孔 当你这样挂在胸前时,会不会被别人以为是个大号的电子烟 这款手垫内置17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 并且具有APC休眠技术,可以拥有365天的超长待机时间 这对于现在城市生活大部分时间卵用没有的手垫太重要了 而在15-6名节能档最长续航可达37小时 在最高的极量档可以高达3600明 最远射程达到220米,光强12200坎德拉 在这个体量级的峰值性能到底如何? 我们找出我们手上现有的几大手电品牌的18650电池手电 做个对比 Nectar P20UV最高仅有860明,射程180米,光强8100坎德拉 菲尼克斯TK150UE最高1600明,射程能达325米,光强26400坎德拉 纳里德TA40最高1040明,最大射程285米,光强未知 LED Lenser MT10最高1600明,最大射程180米,光强未知 欧莱特M2R Warrior最高1500明,最大射程208米,光强10880坎德拉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Nectar EDC27相较之下性能确实优异 经营菲尼克斯TK150UE在射程和光强的数据上优于EDC27 虽然我们很想具体来对比测试下 菲尼克斯如何做到虽流民数低,但是做到更高的射程和光强 奈何这只手电年代久远,貌似坏了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EDC27如此小的灯珠和光强 与TK15UE硕大的光强系统的差别 所以EDC27做不到性能最亮最远最强也无可厚非 毕竟EDC27更接近于随身手电而非其他更偏战术和工作用途的手电 并且经过我们实际测量,从重量上EDC27也是最轻的 仅有121克 相较之下,说奈何特尔EDC27在目前手电市场中在提及重量和性能三者综合评价是最优异的产品并不为过 这年头就得玩个综合实力 而我们认为,奈何特尔EDC27不仅在这些综合性能方面胜过传统手电 还有就是用户体验也进化到了现有的电子产品水平 手电主体有一块传统手电没有的OLED显示屏 提供给你关于手电的更多信息 点击开关键可以看到关于手电亮度档位以及续航时间的信息 清点可以切换档位和实时的续航时间 不过我们认为每次切换都要出现一次Nagotel的标志 你不烦,我可烦死了 并且开关键旁边还有一个MODE按键 这个MODE可以理解为高亮和暴闪键 不管在手电开还是关的时候 中弯MOD键就会触发Nagotel第二代Straw Ready一键暴闪 闪烁频率随机变化,增强瞬间眩晕效果 如果轻感MOD键就是开启3600最强强光压制 不过最强模式仅能开启12秒左右 随后就会自动调低亮度 显示屏上可以看到该模式的倒计时 而如果在充电的状态下 显示屏会显示电池容量以及实时电压 该款手电采用USB-C接口直接充电 但我们发现的败笔也在此 此充电接口保护盖连防尘看来都做不到 更别说防水 有可能连标称的IPX54等级也做不到 不过瑕不掩喻 这款产品我们几乎没有找到其他缺点 所以如果你正好有随身照明的需求 这款EDC27还是值得购买的 官方售价598元 期盖价仅需449元 全网最低价 但仅限装备购平台购买哦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评论 并分享给其他人 谢谢您的支持